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四章 那總論是在概說裡面有 請各位打開第58頁這個地方 好了 下面我們講的 就已經來到所謂的中世紀了 中世紀了 古代已經講完了 那這個中世紀 一開始講的是聯昌時代 那聯昌時代是日本 這個以聯昌為全國政治中心的一個 五家政權的時代 聯昌幕府成立在1185年的時 那在1333年的時候 聯昌幕府滅亡 總共是149年的歷史 這149年的歷史裡面稱聯昌時代 那聯昌時代從 到底從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有三四種講法 那比較有力的兩個說法 我提出來也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第一個是1185年 這個元奈朝 比較不好唸 唸成源奈朝 這個人在全國各地設所謂的守護領地 掌握地方的軍權政權之後 那這個時代就成為聯昌時代 另外一個講法是說 比較後面 這個是普遍的說法 就是說元奈朝他本身 在設立了這些掌握的軍政大權以後 可是他一直到1192年的時候 才就任所謂的徵儀大將軍 時間是1192年 所以聯昌時代開始於1192年 這個是大眾的說法 那剛好1192年如果是用英讀的話 いい国 唯一國就是好的國家 很好記 いい国 1192 這個時候創立了聯昌時代 聯昌時代有非常重要的幾個環節 第一個就是宋學的發達 宋學當然是中國宋朝的學問 顧名思義 也就是說當時有很多僧侶 跑到中國 跑到宋朝去取經 然後帶回來了很多殘學這個部分的學問 這個給日本這個聯昌時代帶來很重要的一個影響 這個我們等一下跟各位會做介紹 另外一個就是聯昌幕府他記錄自己的一個歷史 所以有一套歷史書叫做《無期盡》 這個在教材的第六十頁 六十頁裡面有《無期盡》 《阿津馬鏡鏡》這個歷史書 他到底在講什麼 我們可能有必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另外就是說他在包括禪學的發揚的過程裡面 他如何保存漢籍 他如何保存漢籍 保存一些文獻 那我們一定要介紹的是金澤文庫 這個文庫在日本是相當相當重要的一個文庫 另外因為聯昌這個時代其實就已經開始亂了 在那邊戰了 所以就出現了一個物語 這個物語就是專門在講戰爭的 所以又叫《無期盡物語》 《君記物語》 這《君記物語》多得不得了 可以各位看一下六十一頁的地方相當的多 每一個物語我們不太可能跟各位介紹 不過比較有名的像《平家物語》 我們會來跟各位做介紹 那後面當然還有一些有關於新興的這個佛教的出現 因為佛教日本開始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在早期上個禮拜我們跟各位介紹了 這個醉塵跟空海有沒有 這個天台中跟真言中 我們也跟各位做介紹了 那再來我們這一章裡面會跟各位介紹 這個新興的這個佛教 那有關於禪宗啊 是中國宋朝傳來的 那麼主要是 還是在貴族 這個武士也很喜歡 所以連昌時代是禪宗盛行的一個時代 而這個禪宗盛行的過程裡面 還是出現了很多建築的式樣 寺廟的建築 這個寺呢 大概都是跟禪宗有關係 那我們也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寺院的這個建築 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原爵士的捨立殿 這個照片還滿清楚的 這是一個禪宗漾 所謂禪宗漾就是唐漾 又唸成卡拉尾 卡拉尾是指中國式的建築的意思 中國式的建築 那這個我還是要跟各位介紹一下 事實上 日本 日本有五三的制度 五三 第一個叫做連昌五三 有連昌五三 那這個連昌五三是連昌時代末期 幕府仿造南宋的靈紀中的一個五座山 在連昌創定了所謂的五大觀世 五大觀世 然後來命名 命名成為這個連昌五三 大概是這樣子 那第一個是 建長寺 第二個是 原爵士 第二個是 原爵士 受胡適 受胡適 第四個是 禁制式 第五個是 這個 廟禁式 那 有照片給各位看 也許各位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各位看一下這裡 左邊 左邊這一個 就是連昌五三的 順位第一位的建長寺 好 那右邊呢 那右邊呢是 原爵士 好 這是第二位 再來我們看第三位的 受胡適 第四位的 敬制式 跟第五位的 敬廟式 好 這是仿造南宋的 臨紀 五三 來 制定的 所謂日本的五大官司 好 那麼 各位也許去過 京都 有沒有 到過京都 你們也聽過 京都也有五三 京都也有五三 京都的五三 是 比較後面 在竹立一滿的這個時代 京都的五三 也是有的 京都五三 他有 天龍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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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國寺 還有賤人寺 東湖寺 還有一個是萬壽寺 是 這 蓮昌五三跟京都五三 之上 還有一個 等於是總本山 我就是寫在這個地方 在京都 有一個南禪寺 也許各位都去參觀過了 南禪寺 現在去很漂亮 因為 它是什麼 楓葉 天龍寺 在哪裡 阿拉西亞 前不久 淹了大水 很厲害 在南山 有一個天龍寺 這天龍寺也是 天龍寺也是 天龍寺也是 世界文化遺產 好 那我們現在 要先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 蓮昌 這個 五三的禪學 這個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 宋學 如何發達 請各位回到五十八頁到五十九頁 自己稍微看一下內容 好 讓我一邊介紹 這裡面 我特別要提到一位人物 在五十九頁的上面 有一位 叫做一三一零 這樣一個人物 一三一零 有沒有 看到沒 那麼五三呢 除了禪學以外 還有一個名詞叫 五三文學 這是非常發達 也就是包括 漢詩文 相當發達的 一套學問 那很關鍵的 一位人物就是 一三一零 這個 他本來的姓 是古月胡 姓胡的 是 中國元朝的 林祭中的生人 他出生是在 浙江的 台州 林海這個地方 中國人 那麼 他呢 這個被派到 日本去 應該是去傳學 然後把 這個 整個 禪學移過去以後 造成很大的一個 影響 甚至到 後面 我們如果提到 摩羅馬基基代的時候 禪學的一個發展 對他 也是 非常有影響的 算是 派遣他 初始到日本去 沒想到這個 一三一零 去了 一去不復還 就不回來了 他留在哪裡 留在 留在 留在建長寺 留在建長寺 當老師 就沒有回去了 這個人物 是相當的重要 因為他對 對後面的一個 送學的一個發展 造成了很大的一個 影響的人物 另外還有一個 可能也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 跟著這個一三一零來學的一個 日本僧人 在五十九葉這個地方 無所所世紀 他也是 連長末期 甚至於他跨到 市庭初期的一個 靈紀中的一個聲率 好 那麼 這個人我稍微做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人 對後面的這個影響太深了 那麼 他 1283年的時候 是入門到天台中的 平苑岩室裡面去 跟著一位和尚 叫做 空阿 這個和尚 來學產 同時他學 之前我們講的 真元跟天台 兩個宗派 他都去學 那麼 1292年的時候 到奈良的東大寺 去授戒 之後 又到京都的賤人寺 京都這邊也有一個賤人寺 在這裡 京都賤人寺 是在很寺中心 各位如果去 非常熱鬧的那個 那個地方 繞一繞繞一繞 你就可以繞到賤人寺 裡面去看 他也到這個賤人寺 裡面跟著一位 無影圓範的禪師 學禪 最後跑到連昌去 那連昌去到這個 圓爵寺 又跟著一位 禪師叫做陶西德武 去學禪去 那當然他也跟著 這個一山一靈來學禪法 就是這個元朝 過來的這個一山一靈來學禪 大概這樣子 後來他受到後提古天皇的一個賞識 他成為這個南禪寺的一個助詞 位階呢相當高的一位助詞 那他同時呢 在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 京都的天龍寺 也是他創建的 天龍寺 也是這一位 他所創建的 是他開山的 那麼他曾經有派遣所謂的天龍寺船 去做貿易 得到這個主力尊士的一些資金 主要呢 他其實 因為他的這個 紅華 得到 相當高 所以受到 歷代天皇的一個賞識 他總共得到了 國師的稱號 有七個 有七個國師的稱號 都是歷代天皇給他的 比如說 孟窗國師 鄭爵國師 新中國師 普濟國師 等等 都是天皇誓給他的一個稱號 所以這個孟窗 書史這個人物呢 也必須要跟各位做一個補充的這個介紹 看六十頁 六十頁這邊有關於歷史書 吳七進這個歷史書跟各位做了一個介紹 他又稱東建 是廉商時代成立的一個編年題的史書 全部有五十二卷 但裡面當然有缺 比如說裡面的第四十五卷就不見了 那他是用變體和和文 和文跟和文日記體改寫而成的 紀錄是從第一代將軍原賴草一直到第六代將軍的這個中尊親王六代將軍的一些事情 具體的作者不可考 不知道是誰寫的 不過成書大概是廉商時代後期 然後是廉商時代的一個歷史書 記載的這個六代的將軍總共加起來應該有87年歷史的 這麼一段的一個歷史書 那這個歷史書其實一直到 更後面十九世紀 1814年的時候 清朝嘉慶年間 有一位翁廣平 參考了這個日本國史書 數十種 寫了一個無期盡補 叫一個補字 這是很重要的一套 這個歷史書 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那下面還有一個 五期盡 在這裡應該有一個圖 在這裡 這個是五期盡 大概可以看得到吧 左邊這一個 那右邊呢 也叫做 圓亨四書 圓亨四書 其實是前面我們提到 1310 跟著1310在學禪的另外有一個叫做 虎關師煉 這個人 虎關師煉 他著作的圓亨四書 這個圓亨四書 總共有三十卷 是在1322年的時候寫成的 他紀錄佛教傳到日本 總共有七百多年之間 有關於高僧跟佛教的一些事蹟 這是很大部頭的一部 很重要的一部佛教的書籍 特別是有關於哪一些高僧 傳哪一些佛教 有哪一些事蹟等等 長達七百多年之間的一段紀錄 這是很不容易的 他內容分有傳 有表有字 是用漢文的紀錄所寫成的 那這個書呢 現在收藏在日本國史大系裡頭 還有一個叫做大日本佛教全書 也收集了 這兩套都收了 一個是大日本國史大系 這是一部大部頭的 日本史的大系 另外一個是大日本佛教全書 把圓亨這個四書呢 也列進去的 那下面我們再跟各位介紹 叫金澤文庫 金澤文庫是十三世紀 當時是廉昌中期的一個職權 叫北條十史 Sane Toki這個人物 他所創建的 號稱日本最古老的圖書館 我要加兩個字 叫武士圖書館 武士圖書館 那當時他因為他 位高權重 知識淵博 畢生對於這個書籍的收藏 非常有興趣 所以他就一直把它做一個收集的動作 同時呢 他的兒子呢就一直傳承下去 一直到第四代為止 這個書呢就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文庫 各位看一下這邊 金澤文庫 那這個金澤文庫呢 一直傳到第四代 在Kanagawa県神乃川縣 現在應該是橫濱吧 就是蓮昌那個部分 1930年的時候 重新建立了一個金澤文庫 現在這個樓房是1990年蓋的是很新的一棟建造 那金澤文庫保存有相當多的國寶 重要的文物 包括古文書 特別是佛教的典籍啊 總共有13000多冊 古文書籍呢 有4000多冊 美術工藝品呢 有3000多件 這個都輪流的 在對一般的民眾做公開的展示 那麼當然裡面還有北條這個時時 他當時在新辦金澤文庫的過程 包括他後面傳下去有四代的人 怎麼樣把這個文庫呢 給建立起來的 每一位重要人物的一些肖像 還有整個過程呢 各位如果跑一趟這個地方 大概就可以看了 其實很近耶 現在你從東京搭車去 大概不用半個小時 就可以到了 半個小時左右 去放一下金澤文庫 我覺得也可以啦 不過年輕人大概比較不喜歡去這個地方 自由活動大概會第一個跑去的是 Sky Street吧我想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以前20年前 暑假大概帶學生出去 沒有幾個學生願意跟著我 因為跟著許老師一點都沒有興趣 為什麼 老師去逛那些寺廟這樣子 但是也有幾個人 有幾個學生跟著我去逛來逛去 現在都還在各大學裡面擔任老師 大概其來有事 他們原先就有想要做這一圖的 我現在回想起來 把那個照片拿出來一看 這個學生在哪一個學校 哪一個系教什麼 然後這個學生在哪一個學校教什麼 他們其實都是 當時跟我去逛寺廟的那些學生 那其他人都跑光啦 其他人都跑到那個 怎麼講 最現代化的那個地方去玩去 這個手號不同 這沒有對錯的問題 另外一個可能跟各位介紹一個是 在61月裡面有提到一個就是 跟逐立學校來並存 是屬於日本中世紀教育機構 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逐立學校什麼東西 可能跟各位也做一個介紹 這個也是 逐立學校 逐立學校是 另外一個稱呼叫做逐立大學 阿西卡拉学校 這個阿西卡拉学校是日本古代 有人說 這個平安時代初期 又說是蓮昌時代 說法不太一樣 所創辦的一所高等學校 被稱為是日本最古老的中和大學 位於從東京 靠北大約70公里左右 有一個叫陶寺基建 各位比較陌生的陶寺基建 陶寺基建裡面有一個阿西卡拉市 逐立市 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地方有一個逐立學校 當然這個是古蹟 就是當時這個學校所留下來的東西 那在後面我們會提到士廷時代 跟戰果時代的時候 它是日本關東 事實上是最高的一個學府 這個學校裡面有設孔子廟 是日本最古老的一個孔子廟 就是在裡面 在阿西卡拉學校裡面 那這個是跟殘學相對的一個 儒學教育的一個機構 硬體的一個設施 也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下面我們再看 象徵著這個時代的軍事物語相當的多 在描述戰亂的時候 五家新王的一些物語文學也好 或者是這個 漢語啦佛語啦 武士的語言等等 它是用一種和漢混交的這個文體 所寫出來的物語相當的多 寶原物語 瓶字物語 瓶家物語 太平記 無寧記等等 這些東西呢 我想它反映出來就是 當時對於一些軍人 這個上戰場 戰爭的一些史況 那麼戀愛的一些故事 當然有一些是誇張的 有一些是很寫實的 全部把它參加在一起 這裡面我想特別 應該跟各位介紹一個是 平家物語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平家物語呢 成書是在13世紀 他是軍事物語的一個代表 作者也不詳 那麼 記述了這個 1156到185 也就是連倉成立 之前的原式跟平式政權的一個爭奪戰 那麼西方的人士有把這個平家物語 比喻成為日本的伊利亞的 這個全書總共有一百九十二節 引用了相當多數的中國的典籍 那麼他也曾經由日本的 比喻好戲進行了生動的演繹 主要作者他的目的是 圍繞在這個平家兩個時期 平清聖的時期跟平中聖的這個時期 還有後面有一個寶原之亂跟平治之亂 之後進行描寫 那整篇是以史書的這個編年史的編年體為主 那麼來描述過程 同時提出一些對於很多事件的一些看法 那麼這個平家物語 如果有興趣去讀了以後可以 了解平式的一個衰亡的原因 到底是怎麼樣的原因 主要的選手是怎麼樣 那麼對於人物的這個評價 其實評家物語很少以一個固定的觀點來看說 他是絕對好或絕對是不好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就是我曾經在京都 常常京都很會塞車 我前年去一年的這個過程裡面 一開始開車的時候都尋規道矩 就是走那個國道 塞塞塞塞到最後發現 跟著那個引導的那個機器去走的話 怎麼走那麼久 然後一直塞這樣子 後來就去問了一些日本人 他說我們都不走那裡啦 我告訴你怎麼走怎麼走這樣 後來我就不開那個卡納比 我就自己跟著那個 他告訴我的那個小路走 只要一開那卡納比 他就說我不聽話 然後我就把他關掉這樣子 我就自己走 那大概一半的時間我就到達墓地 果然不能聽那個指揮 所以我每次走到一個路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路是變窄 我就很好奇 結果後來我問了結果 那裡有一個廟 那廟的前面有一個小小的亭 有一棵樹 一棵樹 為了這棵樹不砍它 所以那個路呢 就突然變小了這樣子 那再問下去他才說 這一棵樹啊 是平清聖 親自種的 像我不是一個一個一個舞台 而歷代很多人都想要把他移走 但出現一個會毛骨熊蘭的數字 曾經想要移走這棵樹的人 都死掉了 所以最後沒有人敢動它 所以我每次開車到那個地方 我就頭伸出來一舉功 平先生你好 那真的是有 那棵樹現在還是凸出來 所以那個地方路是很奇怪 在日本有這樣一個情形 導致非常非常少 在台灣是一定有 你到處去到哪裡 有一棵樹突然路變彎彎曲曲的 那是不足為奇 可是在日本我還是第一招 我沒有看過日本 因為這樣子能夠把路變小 這是第一招 各位叫什麼路我忘記了 如果你們要我可以查得出來 我都有照片存證 どういうことでした 好 下面我們再往下看 還有第二節要跟各位介紹一個新興的佛教 然後在介紹第二節的前面 這邊還有很多作品 先讓各位看一下好不好 請各位看一下PowerPoint 這邊有關於這個代表中式文學的作品裡面 合歌類有星古今合歌集 藤原定家等人他們所做的等等 軍紀物語就是我剛剛介紹的這個平家物語 還有水筆這個部分 有鴨長敏的方丈記 跟這個吉田謙的圖然草 我剛剛跟各位上個禮拜上跟各位講過 這個好像曹錦慧老師他的專長 就是研究這個圖然草的 這個各位看一下 就是每個作品的人物 李華侯寫 再來我們介紹一下新興的佛教 那主要各位可以看62到63頁 這個新興的佛教裡面有 依序的我念一下有淨土宗 淨土真宗 然後時宗 日聯宗 靈紀宗 跟曹洞中 那麼我講的這個 全部是屬於日本的佛教 而不是中國的佛教 日本在蓮昌時期 他興起了一個新興的佛教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净土宗的开祖是法兰 总本山是知恩院 在京都的东山 这个有空各位也可以去 见到贵下 我去过了 第二个是清卵 本院是京都的大谷 那么著书的部分我就不谈 但是请各位了解一下 那个教理跟特色的部分 还蛮有趣的 它有什么教理 那还有时钟 这个开祖是一变 这时钟它是 就是说 它其实是 我们讲的是 到处去拖拨的 甚至于它是边走边跳 去普及它的 这个教义的一个时钟 比较特殊的 那日连钟是由日连所创的 它念的是那个 南無 南無 ホレンゲキョ 这个宗派 那它呢 是比较有排大性的 它对其他的宗派 那也是有严格的一个排斥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六十三页的灵记中 是 亦骰这个人物 亦骰 荣熙 荣熙是 这是建仁寺 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京都武山的这个建仁寺里面的一个负责的 它是坐禅 那它这个采用的是公安问答的 公安问答 跟草洞中有一位高僧叫道远 道远禅师 它的总品 总本山呢 是在永平寺 永平寺是比较远的地方 在胡锦县 在胡锦县 那这个特别是草洞 这个草洞禅 我稍微跟各位做介绍 其实它船到日本去大概有三坡而已 跟其他的像林济禅 跟没有像林济禅这么的 怎么讲 势力那么庞大 它去了 然后中间断了 去了中间断了 一直到德川的中期左右 好像草洞残雪 就没有再从中国船过去 那但是日本自己也有生根发展就是了 主要就是以这个道远禅师呢 这个为主的 一直往下传过来 传到今天的 那么它跟这个林济两个做一个对比 第一个林济呢 它会比较跟政治人物有关联性 包括像天皇 像这些高级的官吏等等 他们修禅大概会去找林济 不会去找草洞 所以草洞基本上它是远离权力核心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佛教 而林济禅呢 它多少有继承了中国的林济禅的那些 教育在 当然他们自己有一些 自己的创建 比如说这个越骰 中间有一个吃茶养生剂 有没有 其实越骰呢 去到中国去取经之后 顺便把这个种茶叶的技术呢 给带回去日本了 所以日本的喝茶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想到荣熙 就想到京都的见人士 所以我一再的跟各位说 其实百文不如一见 听徐老师讲了老半天 不如自己到京都去做个一周游 可以挑几个景点 好好的去看一下 包括你想要看的景点 还有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些 怎么讲巡礼吧 大概可以给你很多的一个收获 然后明年的暑假 我有三个月会到京都去 到时候我发email给你们 你们愿意来找我的时候 我骑脚踏车带你们逛京都 都没有问题 暑假的时候我会去 还有一个就是 灵迹中坐禅公案问答 这个很好玩 就是灵迹啊 有一个公案问答 他是要坐禅的 但是他要公案问答是什么 就是你有什么悩み 有什么烦恼什么 你可以问大师 那大师会给你解答 大师解答出来 通常你会很不满意 因为你要的答案是很清楚的 你听得懂的 可是他解答给你是你听不懂的 即使是你还没有悟惨 所以你听不懂 你必须悟了你就懂 他不会当场告诉你就是该这样该那样 这样子 这个叫公案问答 他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城市 那你会觉得很讨厌 可是隔了三个月三年说不定 五年你突然悟了 说五年前大师跟我讲的 我当时就应该领会了 怎么到现在才懂 那这个就是他的传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 这个其实都还蛮有意思的 各位可以自己稍微再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这里面我介绍一下 他叫叶塞跟道远这两个人 荣西他是佛教徒 那么灵济中的一个创办人 主要他把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 跟日本文化做一个结合 所以他也促进了日本的这个佛教的发展 特别是在灵济中的发展过程里面 他是进了很大的一个力量 而且另外一个是他提升了这个中日的这个佛教的这个关系 那道远禅师 草动禅师的一个施主 他把这个草动禅法引进去 是连上时代相当著名的一个禅师 那所以你如果上网一打日本草动中 第一个跑出来应该是道远 不会别人一定是道远 而且他算是一个怎么讲 非常象征的一个人物就是的 这个部分 让各位做一个基本的认识 看一下照片好了 左边这个是法然 是禁济中的 那禁济中 是另外一派清暖大师 这个是在日本的信徒相当相当多的 清暖大师 那一片 还有日连 日连后面还有出现一个创架佛协会 各位知道吗 创架 创架是从日连分出去的 也是佛教的一宗 那么后面大概是艾塞跟道远 这有应该是所谓的六大宗派 六大新兴的宗教 那当然了这个 新兴的宗教兴起了以后 还是一样回到免不了建筑 这一定有 这个建筑带来是什么 雕刻 艺术 工艺品 官式印象等等 这个都随着就会跟着而来 像各位看雕刻 就有这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作品 像连昌大佛 有没有 各位如果去 当然顺便绕一下也可以 还有绘画 《雕刻》这个部分 他们基本上就会 画得栩栩如生 都是在描绘当时 非常真实的一个实况的 一个图绘 当然也有一些是虚构的 完全是画家自己想象的 一些作品也有 不过写实的比较多一点 因为它要反映当时代的一些 时代的背景 下面各位可以看一下 《平字物语》 《公益》的部分 《公益》的部分 《日送贸易》《送钱》的部分 这个我可能也要跟各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 在最后六十四页这个部分 中世纪的日本跟中国的宋元 还有朝鲜的高丽都有交往 在东亚的海域上里面 其实有很多交流的 日本跟宋朝之间的贸易 是在十到十三世纪 连昌时代的中期开始 到中期为止 这中间很多贸易的活动 那么当然他们跟朝鲜之间有一些活动 就是连昌时代的很多宋人是住在日本的 特别多的是在伯多 伯多呢 宋朝那个时候 据说两个人之间有一个是中国人 当然我想这个是夸大奇词 不过可以想象就是 当时代很多宋朝的船跑到伯多去 很多宋朝的人到伯多去做生意 这倒是一个事实 那么你们现在都听到胡刚 没有听到伯多 事实上伯多呢它是比较早的一个名词 但是胡刚是比较晚的 那么听说后来为了行政改革 那么要整顿一个名称 到底是伯多好还是胡刚好 听说用投票的方式 最后伯多输了一票 所以才改成胡刚市 但是呢 流有流有伯多去 流有伯多去 流有伯多去这样子 另外 我要讲的有一个叫做 大伦田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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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是一个神户港的一部分 神户港 这个就是当时十二世纪后半平心胜位了要 利用跟外国人做猫衣而整修的一个港口 這個地方曾經有宋草的船隻 經過到了九州 然後走賴戶內海 然後進到這個港口來停過 有這個紀錄的 宋草的船隻 而且有一個紀錄是 當時的這個平先生 曾經在他的別莊 叫福原 福原就是現在的神戶 在別莊 他曾經在這裡接見宋草的商人 這個也斷這樣的一個記載 那證明這個當時是非常有往來的一個 日送貿易的一個過程就是了 那麼另外中國的明州 寧波的地方 這個曾經接到平清聖的這個 所謂的國書跟禮物 也就是說他們之間有互派所謂的打理特使 最主要是在商談這些商船的通行 貿易的許可等等這些事情 那為了做生意賺錢 所以他把這個 叫做大輪填補 這樣子一個港口做了一個改善 來對這個貿易擴大 另外就是說 平清聖大量的輸入送錢 各位看PowerPoint 這個送錢 是平清聖透過日送貿易的時候 大量的輸入的送草的這個錢幣 那這個主要就是說當時物價很貴 他是希望透過貨幣經濟這樣的一個概念 去壓抑一些經濟惡化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是一個證明 這個送錢曾經流到日本去 那往後的那個市庭時代以後 這個事實上逐利政權跟明朝的貿易 也持續的進行 所以明朝跟日本的這個貿易 也持續的在做 而且這個港口 朝鮮的船 琉球的船也曾經都進來過 在最疼打的地方 最發達的地方 也曾經是一個國際的貿易港 當然他也慢慢的消退了 很好玩的地方 各位看一下 六十四頁最後的地方 就是日送貿易這個部分 他們帶來很多 捐資物書及藥品香料陶瓷器繪畫美術品 到日本去 那當然有佛教的經典 這佛教經典給他們也很多的影響 而日本呢 也有很多輸出品 像日本的木材 銅 硫磺等等 還有那個日本刀 漆器 工藝品等等 也是中國人最愛 彼此之間呢 做了一個 大家都可以獲利的一個 這個貿易 大概 這一節主要是 講這個 OK 好 這一章是 比較簡單的 跟各位做了介紹 有人說 一番 Staff 上oln 對 有醫生 有醫生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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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動